养心,其实水果,鱼类,肉类,粗粮,蔬菜,各种日常常见的食材,都有一定的养心效果,心脏需要补充的也是常见的那几样,包括矿物质和维生素,任何日常常见的食物,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,为心脏补充营养元素,这只能维持心脏正常功能。 对于想要真正起到养心效果的朋友来说,其实,应当想办法来降低各种心脏相关的疾病,包括心血管疾病,关心病,心脏病,以及中风等疾病,想要降低这些相关疾病,则必须要多吃蔬菜,水果和树粮,才能够有效预防心脏相关疾病,而男性在夏季想要提高男性功能,则可以选择下面这些方法。 第一个,预先方能够避肾,能够有利于心脏的食物,其实也是能够避于肾脏的,所以,可以尝试补兴,如此一来,就能够有效的补肾,从而提高心脏的功能。 第二个,养肾,肾脏是男性功能在重中之重,养肾对于男性来说,非常重要,养肾的重点在于补肾,夏季补肾,急方伤火。 第三个,养肾略肾,提高男性功能,也不要只想着肾,且略肾也是要保养的一个重点。 总体来说,男性夏季不管是养肾还是养肾,或提高男性功能,都应该以健康心脏为主,方能够有效的提高男性性功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